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Will 今天仍由我来为大家做一下本日的美舞说盘总结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盘面的一个情况 我们要关注的这个点是今天大盘的一个运行趋势 早盘时候三大指数全线高开,七指盘前走强很多 直接原因是川普发表的这个推特 是降低了市场对于虚大局势的一个担忧 所以说早盘三大指数直接高开 标普直接站上了2650点的位置 金融板块零涨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牛市节奏 盘中时候标普几次试探到了2670点的上方 这个2670点也是我非常关注的点 我想到的是如果说它能够站住2670点的位置 标普就有可能在30分钟的大技术图形上 形成一个头肩底的结构 并且有机会向上突破运行 但是从尾盘的这个情况来看 似乎运行的并不如自己所料 所以说也是感觉有点不愉快 另外的话我们要看到从今天的板块运动来看的话 除了能源板块和避险板块走势相对较弱之外 其他的板块包括金融科技工业 这些板块的走势都比较强 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牛市节奏 如果说市场能够延续保持这样的节奏向向推进的话 应该说我们有机会在此后的这个盘面里面 看到一个比较好的向上运行操作 标普也有机会重新去测试2700点这个整数关口上方的位置 那么我们在盘中除了要关注标普和这些板块运动之外 我们还要关注一部分个股运行的情况 从今天市场上涨的这个幅度和力度来看的话 科技股尤其是晶片股里面的英特尔 科技股里面的微软 他们起到了比较强的一个撑盘作用 这样的话也给了给出了我们一个信号 就是之后如果说我们要关注这个大盘向上运行这个动作的话 把资金放到这一类安全系数比较高 然后容纳资金量比较大 而且趋势比较强的指数驱动型股票上 相对来说要更合适一些 之前我们也是整理过三到四只股票驱动型股票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系列股票的一个运动过程 另外我们要看一下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的话在今天出现的比情况的比较复杂 原油的话呈现了一个盘中呈现了一个微型反转的形态 早盘市场担忧减弱 油价大幅度回落 但盘中据CNBC报道 有可能美国仍然会针对叙利亚地区内部的八个目标的发起打击 这样的话导致油价在盘中先回落 然后再上升 再次刷新了2014年12月以来的这样一个历史的高点 同时打到了67美元的上方 所以说油价之后还有机会接着向上运行 和油价相关的一些ETF 比如说三倍杠杆的这些ETF的话 我们都有机会可以考虑去逢低介入 另外的话我们要来看黄金 黄金的运动趋势则和油价正好相反 黄金的话没有油价那么强势 直接在盘中上演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反转 在昨天测试到将近1370美元的位置之后 迅速的出现了一个回落 到今天盘中的话已经把1340美元给跌破了 从短期趋势上看黄金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冲高回落的过程 短期仍然有可能会继续回落 或者说在1330美元到1340美元之间进行一个窄幅震荡调整的过程 但是从长期区上来看黄金的交易的价格的 尤其是均价正在逐渐的向上运行 目前的情况下的话 虽然说市场短时间内摆脱了叙利亚问题的一个困扰 但是实际上现在贸易战叙利亚问题 还有其他部分的问题都没有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 美元指数也处在一个向下运行的过程中 所以我们现在是完全不能掉以轻心 就认为黄金的就此不会上涨 我们仍然可以考虑黄金作为我们仓位里头的一部分 避险的产品在自己仓位里头占有一定的比例 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一个运行情况 今天早上我们能够看到比特币在半个小时之内 就向上运动了700块钱 在短短的两个小时之中向上涨幅在1000块钱左右 那么这样的一个向上的推进 同时伴随着很高的成交量 这也不禁让大家都在猜测上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其实从盘中的这个新闻和消息来看 这次上涨并不是由新闻或者消息面的刺激所推动的 而是由于资金的大量介入之后 直接提升了比特币的需求量 这也就充分告诉我们可能比特币入场的时机已经到来 所以说这是我们在近期需要集中关注的这个点 比特币的上涨也拉动了比特币股票的行情 包括我们平时常关注的GBTC 比特币的ETF 还有它的这个概念股OSDK 它们都在今天的出现了比较不错的上扬 那么在短期短线上 也就是大概五到六交易日之内 我们看看这些短线的股票能不能够延续今天的一个强势行情 以上就是今天美股说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